大家好 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级大赢家 今天的盘是非常明显 还是一个争议盘 多头市场没有改变以前 先不要预设立场 所谓不要预设立场就是 不要预设它要涨到什么样的点位 不要预设它会涨到什么样的点位 如果行情进入整理 也是会有一些强势股跑出来 这个就是多头市场的特性 多头市场它会轮动 它有时候涨这个 有时候涨这个 例如说今天还是一样强势股 还是维持在传统产业股 因为我讲过了 资金它没有办法跑到电子股来 电子股的市值是62.3% 最起码的要求成交量要达到62.3% 这个才算及格 那如果没有62.3% 你至少60% 也没有60% 那更不及格 何况只有50%几而已 像今天的收盘还是维持在52% 你们看一下大盘 现在不要跟各位讨论什么成交量 我那成交量只要4000亿就算大量了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量都足够了 不必要超过这个量 因为这一天是比较特别 这一天是自动股票在当冲冒客 那天震来震去 就把它震出量出来 你看这里 对不对 这个成交量够大吧 那当然这个成交量就大了 是不是 这个成交量大了 所以很多人会担心 担心这一根量 其实这一根量对大盘影响力不大 影响这个比较大一点 影响这个跟这个 因为那一天大的成交量 事实上都是当冲冒客 都是在运输类股跟钢铁类股 但是这一股票没有倒 所谓没有倒就是主力没有撤出 没有完全出货 我讲过如果说你看到的运输类股 钢铁类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其他类股 有全面性的出现跌停板 那个才叫出货 因为主力如果出货的话 它就不会护盘 不会护盘就让它跌停板 那问题是这个没有跌停板 我们看这里就好 在这一天呢 你在上个礼拜 你看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五 这打到快跌停板又折上来 这么大的成交量 它没有跌停板 那没有跌停板怎么叫出货呢 就没有出货 这两天的震荡 也是一样没有出现跌停板 我用龙头股票来跟各位解释就可以 但其他就不用讲 运输类股也蛮多档的 其他就不要讲 都一样 反正就是龙头股在涨 那其他的个股就跟上来 现在目前流行这样子 现在最近都流行在这个 这个 电器电缆股 要再怎么讲什么奇亚 币什么币 不要讲那些 讲那些无聊 反正股票就是炒作 滑星连续两个涨停板 不是就滚量吗 对不对 所以他还是一样集中在 还是在存农产业股 你看一下是积电股 一下是电器股 一下又跑到钢铁股 一下子是运输股 那有时候多多少少跑到了金融股 对不对 那水泥股也有 有时候石瓶股也有 瘦化股连纺织股 那另外就是 连这个造子类股都有 对不对 造子类股最近比较近一点 但是都有 就唯独啊 就剩下这个 成价量最低了 你看 电子类股啊 到目前为止啊 都还没有过高点 这个高点都还没有过去 对不对 这个近期高点啊 从二月份以来 近期高点都还没有过去 可是大盘是不是早就过去了 早就过高点 那由谁来过高点 就是由这些股票 你看一个是水泥股 水泥股也有参与嘛 食品股都过高点嘛 塑胶股 纺织股都过高点 基电股 电器股 对不对 这些都是你看到的 都是几乎都过高点了 玻璃类股也有啊 对不对 相对位置都过高点嘛 二月份的高点 对不对 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你看这是半导体的 这电子类股就比较少过高点了 营建股 运输类股 观光类股 金融股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就只有这个 没有过高点 那电子类股为什么没有过高点 因为台积电没有过高点 鸿海没有过高点 鸿海 你看这里要用台湾50来看就好 台湾50没有过高点 差不多平高点而已 因为台湾50里面的内容 有很多是传统产利股 例如像这个 富方金 国泰金 这个也是在台湾50成分股里面的 它是重型股 所以它勉强台湾50打 它会强过于电子股 那电子股为什么比较弱 因为这场股票 台积电 台积电的679 过年以后的679 距离679还有一点距离 你看从一月份以后 大台北股市一直创新高 台积电没有在创新高 这是过年前 那过年以后的高点668 农利过年前的是679 是不是 台积电虽然最近有反弹 可是它没有过高点 那你看鸿海也是一样 你看鸿海今天勉强是反弹 它距离高点也有一段距离 为什么要讲到这些股票 因为它前三大 联发科有过高点 所以它走势比较好 在前三大群职股里面 就联发科走势比较好 那联发科现在目前又 又让它回到第二名的群职 又把鸿海挤掉了 原本鸿海是跑到第二名 那现在又变第三名 要对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行情 走到这里当然很多人 比较 我想应该比较 你操作股票比较久的人 你就会了解 你就会有点担心 一定会有点担心 因为你会有点不太舒服 而且这个不舒服 因为不是只有一天 如果说只有一天是这样 那就算了 可是常常这样就有问题 常常这样表示 因为新手可能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我在讲什么 常常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如果常常这样子 就要硬扯 然后突然间 突然间就硬扯 这个都很投机的行为 就突然间 就是 电脑的按键按下去就涨停板 你知道我意思吗 突然间硬扯 我是随便讲的 随便讲个例子 我就讲的股票不是说它不好 我的意思是说 就突然间就硬扯上来 也不用什么利多 我跟各位讲股票只要涨起来 报纸就会写 例如说现在的电线电兰股 因为铜的价格上涨 所以这个就涨起来 就不用什么特别的理由 反正就涨了 涨就有理由 涨报纸就可以写 涨的时候报纸就可以写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涨的时候报纸就会写 没有涨报纸不会写 都是这样 如果我说行情是一个投机炒作 你大概不太会认同 但是如果你比较有经验的 你就会认同我在讲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已经是不按常理出牌 就是涨的股票 你只要敢追 当然涨的股票 我跟各位讲 追高其实没有不对 你昨天追高赵赫 今天又 昨天追涨停板 今天又涨停板 追高并没有什么不对 只是追高不能够保证对 追高 你可能追高五档股票 可能对三档错两档 或是追高十档 对五档错五档 但是你不能说追高错 你了解我意思吗 以前我常跟各位讲说 追高都在赚 地界都在套 很多人会误解 其实如果说运输类股 你到现在目前还在买 还在做多 难道不是追高吗 长龙是从八块九上来的 涨了快十倍了 那你现在去买长龙 就算是这样好了 就算你在上个礼拜 这边跌下来买 你也是追高 因为这边很高 这边就比这边高很多 高了一倍 那何况是股时候 是不是 所以追高没有不对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但是 有些人会讲说 那追高又套牢 问题是 你是追到套牢的 那有些人追高就又赚 你自己追高到套牢的 那你又说追高不对 那不是这样讲 了解我意思吗 你要懂我在讲什么 追高没有不对 是你怎么追高而已 你追到什么股票而已 了解吗 你看电子股 现在目前来讲 电子股现在目前的成交量 就少了 所以我说内股一直要轮动过来 就是一直跑不过来 那跑不过来不是说 一辈子电子股就不会跑过来 不是这个意思 我还是一样告诉你说 现在目前应该是要 做多电子股比较好 当然我们的前提是 大盘是OK的情况之下 那OK的情况之下 大盘不一定要涨 只要大盘是维持一个趋势向上 就可以 趋势向上就是这样子 它只要维持一个多方式就可以 像这个是多头市场 它如果有跌下来都没有关系的 这个跌下来都没有关系 就算明天以后有跌下来也没有关系 真的是没有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多方市场 你不用怕它跌 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产生 像早上曾经也是跌 还不是要扯上来 那台积电最后还不是拉尾巴 每次都玩这一招 所以台积电现在变得很麻烦 它等于是让指数好看而已 对不对 变得很麻烦 那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现在目前就是一个 标准式的一个整理 它也不是什么涨 也不是什么跌 它也不跌也不涨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变成说一个 这样的市场里面 让主力予其以求 当冲贸克就很high 就是当冲嘛 像运输列股今天当冲也很多 钢铁列股也很多 还有一些传统财列股 还有另外就是 电子四足群里面 就算这个记忆体模组 固态硬碟这些股票 当冲很多啊 你看这个啊 最近比较夯的就是这些 因为有量有价嘛 对不对 微钢嘛 琴联嘛 这些股票都是指数记忆体的嘛 或者是旺宏嘛 华邦电嘛 4961的 4967 十全啊 4973这张股票就没有打开 打开一点点啊 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都很 大家都很熟嘛 是不是啊 它是属于记忆体嘛 最近 最近的一个电子股来 从上个礼拜有流行到这边来 这个叫主流在转换 电子股能够拿到资金的 次足群其实不是很多 第一个就是 我刚刚讲到的是记忆体 第二个就是矽晶元 勉强 勉强 我只是说勉强而已啦 不是完全啦 因为矽晶元本来就不是很多股票 勉强 那以这档股票为主导 那其他的 这个就不用讲了 他根本就没有拿到钱 那他也 普普通通而已啦 对不对 那另外就是什么 这一组有拿到资金 就是矽晶元 就是晶元代工 我刚刚讲是晶元代工 那矽晶元 矽晶元有拿到钱 到目前为止都还看好 这个比较 这也没有几档啦 其实也没有很多档啦 齐晶元也没有很多档啦 大概这几档而已啦 没有很多档 但是这些股票也是 拿到了抢到了资金 所以你看电子股 另外一个就是面板股 面板股一向都很热 面板股一向就是 跟传统产业股在一起 一直说亦步亦趋在涨 面板股啦 尤达啦 彩晶啦 群创啦等等都是 除了这些以外 其他的大概就 比较分散啦 比较不明显 而不是没有 比较不明显 零星典放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就是 也不太敢造作股票 不太敢操作是因为 你会认为说 啊 股票涨这么多啦 你会害怕 那害怕自己手当然 可是 我问各位 你说股票涨太多 对不对 涨太多 可是在这边的时候 在这边的时候 你也是说 电子股什么股票 高价电子股涨太多 对不对 可是它没有涨太多 在这边它没有涨太多 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说 你不要 你现在不要管长荣涨太多 你不要买长荣就好了 你了解我意思吗 那我要告诉你说 大盘是一个高基期没有错 我们也要小心大盘是不是反转 可是大盘没有反转以前 我们不能够假设它一定反转 那你论为涨太多的 那你不要管它就好了 比如说这个涨太多 之前也没有涨太多 可是在这里的时候 大盘也是涨太多 在这边的时候 大盘也是涨很多 是不是 这个时候大盘也是涨很多 大盘一向都涨很多 不是都涨很多 是不是 可是它股票会轮来轮去 你懂我意思吗 那同志们 现在大盘在这个位置 你会说涨太多 不敢买股票 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 那问题是你不要买 钢铁股就好了嘛 你不能接受追高就不要买钢铁股 你不能接受这个运输类股 涨太多 那你就不要买啊 那我再请问你 这个有涨太多吗 它已经在这边三个月了 它有涨太多吗 你认为它有涨太多吗 它是有涨啊 这段时间大盘是怎么涨的 它是有涨吗 这个叫涨太多吗 这个有叫涨太多 这个有叫涨太多 这个有叫涨太多吗 我随便讲一个PA就好了 PA这个有涨太多吗 我随便拿这三栏股票 给各位看就好了 我当然讲这三栏股票 不是说叫你买这三栏股票的意思 我是说这种股票比比皆是 大盘现在17000 就算到18000 还是有这种股票呢 你了解吗 而这种股票 而这种股票现在的位置 就是这个股票这个时候的位置 你了解我意思吗 它也曾经在这个位置 它也曾经是这样 它也曾经是这样 这种股票之前标过去 它也不是整理很久吗 那这段时间的时候 大家在想什么 大盘涨太多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是买大盘涨太多 我们不是买大盘 我们不是要买这个东西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就是说大家不要一直限制自己的思想 说大盘涨太多 否则我们都没办法操作 你真的没办法操作 你要等到大盘跌下来 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所谓跌下来 那跌个三五百点它又涨上去 它如果要大跌 要一个大波段大跌 时间还没到 所以我们的心态要调整 就是说主流股会一直改变 现在是主流股在传统产业股 绝对没有错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可是多多市场它内股都会轮动 它一定会轮动的 它不会一直在传统产业股 就好像之前在电子股 那现在跑到传统产业股 那你说钢铁股跟运输股 也是整理很久才要涨起来的 它不是天天在涨 了解我意思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 9668 027725 9668 好的 欢迎回到这边下 所以我常讲就是 上涨靠前推 不要讲那么多理由 这句话你要懂 你不要涨起来以后说 什么快筛不快筛 讲的是没有用的东西 钱进来就会涨停板 就这么简单 不必讲那么多理由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你现在很多的股票在涨 涨起来以后一定会包装 涨起来记者就会写消息面 就写题材 没有涨起来保证不会写 所以是有涨才有故事 没有涨没有故事 你现在被动元件没有涨 没有人不管它嘛 就没有 你就是报纸写也没有用 就没有人要买 就没钱 没有钱怎么涨 所以上涨是不是靠前推 对不对 这股票市场本来就是这样玩 所以我常常在批评说 你一直讲基本面很好的 那不会赚钱嘛 因为我们用基本面来选股 那是用技术面来操作啊 不是这样子吗 那现在目前来讲很简单嘛 我说好 那你电子类股到底要不要涨 我问你啦 所有台北股市里面的股票 难道电子股都很糟糕 那传统产生股都很会赚钱 每一个都很会赚钱 那电子股都不赚钱 那这样还是什么好玩的呢 事实上不是这样啊 比如说这样子好了 这张股票今天公布财报 昨天公布财报 第一季是赚9块6毛钱 那赚9块6毛钱绝对是低估 这种股票价格低估 我已经讲过这个可以赚4个股本 我以前就常在讲联永会赚4个股本 它去年赚2个股本左右 那今年会翻倍 翻倍600多块太便宜了 我一直讲这张股票 我说我在IC设计股里面 如果真正让我要挑选出来 我绝对是看好这档 因为它是最稳定的公司 它赚4.5个股本 而这个是我们会员的持股啊 那另外就是当然这档股票 我绝对是肯定它 太便宜了 那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也便宜啊 这档股票公布出来的季报 也是达到5块多 快6块 那去年赚17块 今年超过两个股本 那当然你说联永跟瑞宇 当然瑞宇比较贵 看起来联永会更便宜 但是问题它不同产业 瑞宇是做WiFi第六代的 不一样联永是做驱动IC 所以你说这种股票好 为什么我要谈这种股票 你说这种股票 瑞宇跟联永 它难道应该是开高走低吗 它是开 它没有走低 但是它应该是开高走低吗 其实是不应该这样 它没有涨停板都委屈 我是说实话 获利40块 股票才600多块便宜 甚至比传统财力股 还便宜太多 那为什么要开高走低 钱被抢走了 没有钱 你知道吗 电子股就是少了一个钱 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这个股票不好 比如说这个一样 明明开高还是走低 为什么没有钱 钱又被抢走了 就是因为传统产业股太强了 没有钱 没有钱买下去 你看没有钱 就是没有钱 联中股票也是一样 没有钱才滑下来 你看量缩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是看好这些股票 绝对看好 不会因为说今天没有涨 就看坏它 不会 包含联电也是一样 这些股票今天也缺水 你知道我意思吗 懂我意思吗 就是因为它没有成交量 没有成交量 你看这里 它成交量是这样滚动的 是这样滚动的 顺便连金融股都成交量 还比电子股还比较稳定 那电子股就没有成交量 你看这种股票就知道了 你看这种股票 敢不看 这敢不看 这种股票真败 这个是很烂的股票吗 是真的很烂吗 我看贝东元件也要看这一档股票 看能不能突破三角形的整理 贝东元件我觉得如果未来要涨 应该是这一档股票一马当先 但是问题是没有钱 所以我这几天一直在告诉各位这样的观念 就是说这个会不会维持一个常态 每天都这样 每个礼拜都这样 每一个月都这样 保证不会 保证不会这样子 因为为什么要写主流股会一直转变 多头市场列股都会轮动 会下这个车标就告诉你说 终究要回到电子股来 可是现在还没有啊 没有我就跟你讲没有 可是没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就是布局 就是先买 就是布局的意思 我不会反对你去做传动产类股 我只是说这个基期比较高 你的风险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点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把资金移动到电子股来 我想你会相对安全 而且预期报酬率会比较大 风险会比较低 投资股票本来就是风险跟利润的比值而已 了解我意思吗 上涨靠钱堆的 下跌靠风吹的 钱才是英雄胆的 没有钱不用讲 加入好友 Telegram 193008 我想今天就跟各位报告的 还是一样跟昨天差不多 但是我还是鼓励各位 还是要建议各位 这个时候应该要做多 电子科技股比较好一点点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